这天少侠萧绍兹遇到了对手 因为曹公公使用的是五祖童子宫 紧一个来回萧绍兹脸上就挂了彩 可他不慌不忙讽刺曹公公 听说你练过童子宫 这玩意非得六点清净不可 气得曹公公这吹胡子瞪眼 只见他出招如风凶狠凌厉 可落了下风的萧绍兹却还在说笑 一个是文明龙门的剑客 另一个是武功以达登峰造极之境的东厂总管 究竟谁的武艺更精湛呢 明朝景太年间宦官专权 掌握了当时最大的特务组织 东厂密探和锦衣卫 几手家各个武艺高强心狠手辣 不过武艺最厉害的要属曹绍卿本人 据说以达登峰造极之境 为了铲除异己 曹绍卿难杀无辜 这天曹绍卿作为奸展官 台下被他陷害的是前兵部尚书于先 话说这于谦为人正直 因弹劾曹绍卿被污蔑 他的家人也受到牵连 被发配至龙门 曹绍卿心狠手辣 为了斩草除根 派了一队杀手在半路截杀 不料由江湖高手暗中保护于谦一家人 一番对战下来 杀手们有去无悔 无奈曹绍卿只得想出遗迹 让手下黑白兄弟带领一队东厂攀子 在去龙门的必经之路 龙门客栈堵截于家人 为了避免节外神知 攀子们乔装成商队 话说这龙门客栈十分偏僻 仅有一条小路四周一片荒雾 平日里接待的都是一些江湖游客 当黑白兄弟一行人来到龙门客栈时 吴掌柜因为外出办货未归 接待他们的是店小二 本以为生意上门了 不料这群人凶神恶杀 当场就结果了店里的几个其他贤客 还将店小二给控制起来 声称这家店他们包下了 这期间不准接待其他客人 安顿号之后 黑白兄弟就派人出去打探消息 其手段相当残忍 所到之处白骨入眼 不久少侠小少兹来到此地 他是来龙门客栈找吴掌柜的 便小二拼命地给他使眼神 想将他打发走 可萧绍兹却没有离开的意思 还声称要住下来等宁掌柜 此时店里还坐着几个凶神恶杀的东厂潘子 为了试探萧绍兹的武艺 其中一人故意找是挑衅 只见萧绍兹随手一扔 一碗面就完好无损地甩到了他们面前 看来萧绍兹是武林高手 应拼不是对手 于是潘子在酒里下了毒 勇于加害萧绍兹 不料萧绍兹已识破这些人的卑鄙 还假装不知道端起一杯酒就喝了下去 随后装作心口汤晕倒在桌子上 带到潘子上前查看 准备将他绑起时 不料被醒来的萧绍兹反手一扭给制服 其他人急忙上前围攻 可完全不是萧绍兹的对手 最后几人值得溜了出去 当他们走后 店小二告诉萧绍兹 外面还有好几十人呢 还劝萧绍兹赶紧离开 可萧绍兹却安慰店小二 有自己再不用害怕 很快黑白兄弟就带着手下杀了回来 他们安排弓箭手在外面偷袭萧绍兹 不料萧绍兹进凭一只酒壶 就将弓箭手秒掉 楼上的弓箭手也被萧绍兹轻松地用筷子制服 一番较量之后 潘子们落了下风 老白翻脸比翻书还快 看着杀技腾腾的萧绍兹 老白立马笑脸 想赢外加一顿彩虹马屁 谎称他们是刑部派来的人 来此地是为了缉拿逃犯 所以不想被打扰 还请少侠行个方便 显然这是要撵萧绍兹离开 男人看对方人多示众 且宁掌柜归其未定 萧绍兹选择必让同意先离开 过几天再来找宁掌柜 老白可不是省油的灯 他派人暗中跟踪萧绍兹 而萧绍兹刚到山口 就遇到了正与回店的吴掌柜 故有相见无需寒暄 萧绍兹将客栈发生的事告诉吴掌柜 两人感觉来着不善 于是回到客栈 并和老白客套起来 但老黑还是明确地表示 这期间不准接待其他客人 不料当天夜里有一对侠士来投店 他们就是暗中保护于家人的高手 朱家兄妹 两人皆是武林高手 朱大哥大大咧咧 而朱小妹细心慎重 心思缜密 两人硬是要住下来 宁掌柜自然是不同意 不料老白却笑脸相赢 还让宁掌柜准备了好酒好菜招待两人 其实是想在酒里下毒暗害两人 萧绍兹为了救两人 借着敬酒递给朱小妹一张纸条 明白真相的朱小妹 立马打翻了哥哥手中的毒酒 推托之中 其中有一人拔解相向 不料朱小妹仅凭单手就截住底界 显然朱家兄妹武艺不弱 最后还是老白已喝多了 主动讲和 夜里老黑派人去暗害朱家兄妹 还好两人早就有防备应对自如 深夜宁掌柜叫来 萧绍兹和朱家兄妹 原来宁掌柜曾经是于清麾下的一名参军 他早就把这一切给看透了 这些人是曹绍兴的爪牙 他们是来暗害于家人的 几个人目的一致都是为了保护于家人 于是几人商量联手对抗东厂摊子 天一亮四人就逃离客栈 分两路去寻找 打算先于老黑一步保护于家人 不料却错过了时机 于家先一步来到龙门客栈 被埋伏在这里的攀子所堵截 此时黑白兄弟在外面得到这个消息 也在往回赶 令掌柜看出情况不妙 于是吩咐朱大哥先回去保护于家人 自己去找回萧绍兹和朱小妹 龙门客栈内杀鸡四伏 朱大哥一马当心掩护于家人躲到粮仓 与此同时朱小妹等人来到客栈正门 随后和恶人较量了起来 只见朱小妹剑法高超 以一敌十 不过一会儿就将小喽啰们结果干净 最后就是老黑 很明显他的武艺也不弱 一阵精彩对战之后 萧绍兹赶来助阵 面对萧绍兹这样的决定高手 老黑落了下风 这时消灭胡老白顾及重演 不过这次萧绍兹为了给于家人争取事件 却耐着性子听老白忽悠 很快老白也察觉自己中计了 于是和萧绍兹展开了精彩对战 老白想的最多的还是去追击于家人 就让老黑和众人去围攻萧绍兹 自己扭身去追于家人 而萧绍兹和老黑打成一团 在门口时他退到礼物 随后利用剑脚打马护眼 透过门缝结果的老黑 此时朱家兄妹正在护送于家人 眼看老白就追来了 朱家兄妹停下脚步与其对战 没想到老白的武艺高超 尽管朱家兄妹和弓都不是对手 还好孝绍兹赶来驻战 两人的剑法都不入 这一战十分精彩 最后受了伤的老白落荒而逃 回到客栈后 众人开始休整疗伤 宁掌柜不仅帮自己人疗伤 而且还不计闲闲 为东厂的攀子们疗伤 还劝他们改过自新 人心都是肉掌的 宁掌柜的善举唤醒了一些人的良知 再者他们有一部分 本就佩服于谦的为人 于是投靠了宁掌柜 夜里老黑带着弓箭手袭击了龙门客栈 这一夜众人齐心协力对抗 老白的进攻依旧已失败告终 天亮后 曹绍青带着一队人马 浩浩荡荡的赶来 老白向他禀告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这次曹绍青决定亲自出马 可到了龙门客栈后 却已空无意义 原来命掌柜已带着于家人离开 可尽管如此 在半路还是被曹绍青的人给拦下 这一战必无可避 解决完几个小喽啰之后 朱小妹对战的依旧是老白 不过这次他有两个帮手 三人采取了轮功 此举让老白防不胜防 不一会儿老白就领了盒饭 随后就是和曹绍青的大决战 最先试探他无意的是孝绍兹 这里也就是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听说曹绍青练过失传已久的五祖童子功 一番比试之后果然很厉害 孝绍兹也落了下风 仲霞急忙上前驻战 他们将曹绍兹团围住 可尽管如此 仅一个来回他们就纷纷挂个彩 还好曹绍青的外套也被刺坏 此时正值正武十分酷暑难当 仲霞们不顾一切围攻曹绍青 而曹绍青则自是武功高降 丝毫没将他们放在心上 刀光剑影之中 曹绍青因体力套之快要撑不住了 不过一会儿 曹绍青因消产病发作 也病得狼狈不堪 众人看到机会合力追击 可曹绍青轻功绝顶 又把目标对准了战斗力较弱一点的朱小妹 还好朱小妹的武艺也不弱虽不能取胜 却也能抵挡一阵子 当仲霞赶过来时 曹绍青已无力还手 一番追击之后 众人终于首任大反派曹绍青 一个自命武功高强 建树绝顶的大恶人 从此陨落江湖 这部龙门客栈上映于1967年 被评为电影史上最经典的武侠电影之一 相比徐克的新龙门客栈中 特技满满的武打场面 这部却显得格外朴实 您觉得怎么样呢 感谢您的观看与认可 我们下期故事再见